我們繼續 那這裡呢 我可以給一個Hinder 就是我們之前呢 事實上在做這個Infirmum跟Supremum的時候 也是這個樣子 你這裡呢 涉及 這個當然是可以寫成是什麼 MI KF的Delta Xi的核 而這個MI呢 是一個Supremum 那為什麼這個U會變成L 那主要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的Infirmum 事實上就是一個集合 是等於我們有一個定理的 是Supremum的這個集合的負 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這個集合是什麼呢 這個集合就是所有的Fx X在這個II裡邊 它是 不是 是 我看看 可以這樣子看 可以這樣子看 最主要是K等於-1的時候的狀況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看 那你這個負A呢 是相當於負Fx 就是我的左方 我的Supremum的負Fx 那它就會是等於負的Infirmum A 那你這個串起來 這個就很簡單了 那要解釋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前面 事實上前面的第一章 有關Infirmum Supremum的時候的一個定理來的 我有寫下來的 這個定理 是講這個事情 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Supremum Infirmum 寫出來好像是 一些AF的東西 事實上是講是F 但事實上是Fx 是一個集合來的 是一個集合來的 X在某一個範圍 那這些AFx 就是也是在 是一個集合 好 所以A部分 我剛才已經證完了 那B部分 那這個證明有點用場 那但是 事實上已經比較簡單了 你可以看看書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的那個論據 比書上要簡單很多 要簡單一些啦 不敢說簡單很多 簡單一些 好 B部分 做法也是差不多 首先我要說明它是Integrable 所以就是那個Oxalation 那個大Omega是越來越小 然後再 再去弄 那當然就是要了解 UpperSum跟RawSum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看看 UpperSum 依賴於這個 mi 大mi 對焦於f加g 那這個是當然我可以 我剛才已經定義過了 我不寫了 就是f加gx 在這個相關的 ii這個區間上面的 那個 supremum 所以它是等於 supremum of這個 f加gx x在ii裡面 那按照supremum的那些認知呢 我們知道就是說這個東西小於 supremum的fx再加 supremum supremum 兩個集合 兩個集合相加的話呢 是相當於是各自的相加 的supremum 兩個函數相加等於各自的相加的supremum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組合的話 用maximum來看是比較清楚的 如果你在某一個點達到maximum的話 你現在呢 af的maximum跟g的maximum可能在不同的點 所以呢這個可能性呢 有可能更大 有可能更大 所以是小於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是 事實上是非常直觀的 這當然之前我們也有爭過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是小於等於 mif再加mig p 因此我就有呢 就是說這個up sum呢 f加g 對於任何的p來說 for all partition for all p 這個都要小於等於ufp 再加ugp 是這樣子 那同理呢 similarly呢 不寫了 就是這個lower sum也是 我沒有剛才kf那個做的那麼 所謂的漂亮 我們只能做一個不等號 那可是這個不等號呢 也夠用了 好 這裡lower sum呢 設計一個informum 那你informum是考慮小的 那你將它拆開來的時候呢 是可能更小 基本上是這個意念 是可能更小 那這時候這個不等號呢 是反過來的 所以呢 我們有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ok了 因為我們考量的是 就是f加g的 對於pn來說 這個oxalation regular partition 我要說f加g是可計的 所以它是等於 對 它是大因大於等於0 upper sum永遠比樂 sum小 比樂 sum大 所以它是這個減這個 當這個partition是pn的時候 那就小於等於這個減這個 對不對 利用前面的 我小於等於pn再加gpn pn 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一個upper sum 減弱 sum的東西 那你可以對照著它 那這個整理一下的話呢 是什麼 就是等於f的upper sum 減弱 sum 所以這個是omega的pn 再加g的upper sum double sum 這個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第三項 第三條就是regular partition的時候呢 它就是要去向0 那所以我這邊也沒辦法走了 這個squeeze定理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個limit呢 就是f加gpn就是要等於0 n去上無重 那換句話說就是f加g是integrable 好 f加g就是integrable 好了 積分是什麼呢 我們也看一看 就是這裡因為沒有相等 所以呢 麻煩一點點 但是我們要看upper sum的limit 但是upper sum呢 是小於是大於lower sum 而利用我這個是3跟4 我這個3是說upper sum 又小於等於f的upper sum 再加f的g的upper sum 好 那另外一邊 我的這個是因為3走出來的 因為3走出來的 另外一邊是因為4走出來的 是這個lower sum 是大於等於f的對於pn的low sum 再加g對於pn的low sum 那既然fg都是integrable的話呢 我這個當然是收斂到abf的積分 這個收斂到abg的積分 這個是upper sum會收斂 而如果sum當n去上無重的時候 當n去上無重的時候 如果sum當然也收斂了g的積分ab 這個是f的積分ab 相加 事實上所以左腰兩段都是收斂到同樣的一個數 這個是數來的呢 這兩個數的和 那你夾在中間的可以逃嗎 沒得逃 這個無論你用upper sum來看 用low sum來看 它都是有limit 而且這個limit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而結論是什麼 就是我這個f加g的積分 就相當於我的limit 譬如說upper sum 而這個limit必然就是等於f跟g 各自的積分合 所以這個道理呢 是這個樣子 所以蠻煩的 每一步都是要 應該要這樣子做 但是做了這些基本的 我們後面的會簡單 c部分 也是有一點技巧在裡邊 當然我們現在是只做一部分而已 只做一部分 我們當然是 你當然希望就是說fg的積分 就等於f積分乘以g的積分 但是你用簡單的函數測試一下 比如說f等於x g等於x 這個對不對 那個是不對的 所以沒有這個規則 那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科學精神 你可以猜一些東西 但是找一些例子來看看 那個是不對的 所以當然你就不能證了 一般我們都是這個樣子的 當初那些人怎麼樣子會 會寫出這些所謂的命題出來 那些數學家 為什麼會寫出這個命題出來 就因為他們找了這個例子 好像有一個pattern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國中高中 都要看這個所謂的規律 規律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數學 因為我們是考慮一般性 就是利用規律來所謂的推廣 來說明這個一般性 所以都是有一些例子在 然後這些例子對 可能一般性會對 先猜 然後詳細就證明 只有過去成了 這個事情就成了 是這個樣子的 就變成是一個定律 一個定理 是這個意思 那要做這個c要分兩步 第一步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假設我的f呢 跟我的g 他們都是integrable的函數 所以他們都是bundant 那這個bundant是m OK 然後呢 我第一步呢 事實上是要證什麼呢 我要說f平方是可計的 如果f可計的話呢 f平方是可計的 好 是這樣 那我就要算那個f的所謂的大ohmega f平方的大ohmega 那就有一些所謂的observation 就是這個大ohmega呢 那實際上涉及呢就是那個所謂的maximum 或者是supremum 減掉infremum 所謂f裡邊的一些差異 那我們看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fx-fy 這個絕對決定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 這個呢 減是好的 我們的 等於我們要看看這個observation 那這個加是不好的 可是呢 不好的話呢 它也是 最壞就是m嘛 這個f最壞就是m 所以呢 我就說它是2mfx-y 好 這樣子 做完這個估計呢 我就要看就是 我的那個所謂的ohmegaf呢 fg 對於所謂的pn 事實上呢 就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我的所謂的大mi的fg 減掉小mi的fg 乘以deltaxi 是這樣子 那這個像呢 我已經講了一個小格的observation 我又再來一次 我現在呢 要考量的是那個f平方的那個 總的observation 對於這個pn來說 那就會是等於我的大mif平方 扣掉小mif平方 那這樣子在每一格裡邊呢 我有一個所謂的 我叫做omegai 就是f平方 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你可以看成是定義來的 其中這個deltaxi就是平均的 平均的那個分佈 那你的這個omegaf平方呢 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那它是可以說是小於等於 就是任何的裡邊的相減 是這樣子 就是fx平方減掉fy平方的絕對值的xy呢 就是在這個ii裡邊 這個 你這個是 你想一想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最大值這個是最小值 那所以它是任何差異裡邊的最大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甚至說我這個絕對值也可以不要的 這個在supremum來說呢 這個也是對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寫出來是 就是利用這個我叫做5吧 就會是小於等於利用5呢 我說它是小於等於2m的supremum 就是fx減掉fy 是這樣子 那而這個supremum呢 就是會等於2m的我的所謂的omegai的f 那我就做出來這個所謂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係 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的這個omega的f平方的pn 事實上呢 是小於等於我的這個2m 然後呢 是本身f的pn 是這個樣子 我的結論 第2 我帶回去這邊 這個是小於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去向0 結論就是f平方是integrable m是固定的 我的目的是要做fg是integrable 那現在我做了只是f平方是integrable 但是有了這個以後呢 下面就簡單了 我的fg是什麼呢 我的fg是f加g 如果fg都是integrable f加g就是integrable by b 那它平方也是integrable 因為我的d步 扣掉f平方 扣掉g平方的一半 每一個都是integrable 利用我的ab跟前面的d步呢 所以它們合起來也是integrable 所以把我的第一步跟a跟b 好不好 所以這個fg可g呢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的product 這個integration by pass 那些呢 就合法了 好 下一個定理 也是fg是integrable 好 按ab 我們開始注意一些所謂的不等式 如果fx呢 永遠都少於gx followx 則他們的積分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這個從直觀來看我們求面積嘛 那你g比較大的話 當然面積就比較多啊 是這個樣子 好了 現在利用我們的這些所謂的partition remand sum uppersum law sum 可不可以說明這個事情 那b部分是一個搞不好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 f可g的話呢 f絕對值也是可g 而且呢 它的積分 要比f來得大 那這一點呢 沒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前面那部分如果成立的話 你利用a部分 當然對嘛 因為絕對值比本身永遠都大嘛 所以 沒有什麼問題 是 b部分 這個是b部分 b部分的重點當然就是在於 我的f絕對值是可g 證明現在就簡單了 你就看uppersum law sum啊 大家都可g了 所以我都知道就是說 這個收斂到我的積分 一定對的 那另外一邊呢 也收斂到 而這個uppersum呢 是等於mif的deltaxi 那當然 如果f的supremum 每一個f都比每一個g小的 所以f的supremum 當然是比g的supremum 要來得小 gx的supremum 要來得小 所以我當然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而這個就等於 g的uppersum 而這個uppersum又收斂到我的ab的g 那每一個都有一個小於等於的關係 那take limit以後呢 當然這個小於等於的關係呢 就會保持 那這個是書上所想的是comparison comparison theorem 就是這個limit來說 就就會是有這個 那b部分 我已經講了suffice 我們學學這個詞suffice suffice就是sufficient sufficient的那個動詞 動詞就是足夠 我們只需要說明suffice to show f絕對值是indegrable 其他的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因為a已經做完了 是不是 好 那要做這個呢 事實上跟剛才的f平方這個東西是類似的 我的步驟就是我的 Omega i的f平方 是相當於我的所謂的 是相當於我的所謂的mi扣掉 小mi 所以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supremum of這個 我的fx絕對值 扣掉infremum 我的fx絕對值 x在i裡邊 好 那這裡是有一個重要的等式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就是相當於我這個supremum的 這個相減的絕對值 這個呢 我先給出一個 假設這個對 我們再下去 好 我們可以將這個supremum 這個infremum 給它整合 圣區我可以這樣子 我是這個絕對值 減這個絕對值 好 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y xy是獨立的 所以相當於就是說 我是任意的fx 扣掉fy 然後我要找最大的 這個是最 最小上界 求它的supremum 那假設這個是對 如果這個是maximum的話 大概你應該看得出來它是對 這個是最大值的話 在某一個點 最小值在另外一個點 所以是最大值減掉最小值 所以這個是相等 但是supremum 這個也是對 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對的話呢 我就可以寫成就是supremum 這個fx 扣掉fy 這個當然小嘛 兩個絕對值小 這個三角不等值 我就知道是這個樣子 而 而 這個是相當於就是說 我原來的小f的大mi 減掉小mi 事實上 這個事實上跟star是一樣的 就是supremum 這個fx 這個fx 扣掉infremum 或者是of fx 那就是等於我的所謂的omegaif 那中間呢 因為有一個不等號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的結論就是說 我的f絕對值的那個 oxalation 總oxalation 是小於等於 它是定義就是等於 summation的小omegaif 絕對值 deltaxi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小於等於我的 各自的omegaif deltaxi 而這個是等於 f的pn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不等號 而這個是去向0 而這個本身就是大概等於0 所以squeeze定理 就告訴我們 它一定要去向0 而且就是 那個f絕對值呢 是可積的 那我就 結束了這個 這個定理的證明 這個簡單來說 我們要找出 這些所謂的oxalation 函數的oxalation 那我絕對值來找的話呢 事實上呢 那個f呢 都變大了 它的所謂的差異呢 事實上是 一般來說是 有可能會變少 會變小一點的 那跟 比較我原來的f的 每一個區間上面的oxalation 比如說你如果 這個區間是這樣子畫的話 那個oxalation就會變小 對不對 最大值減最小值 是有差的 那如果f是連續 我們就看成是最大值值下去 但是f可能是不連續 我們就是要看supremum跟infremum 那 我這個star在這裡呢 事實上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star 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事實上你回去我們剛才所看的那個 這個f平方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也有啊 如果大家有看清楚的話呢 如果大家有看清楚的話呢 我們這個所謂的supremum的f fx 扣掉infremum的fx 在一個區間上面 這個x呢 是在某一個ii 是等於supremum of fx 減掉fy 我的這個x呢 是在ii 來 是這樣子 那 我的左方呢 事實上 剛才我們的那個理論呢 已經知道就是說 它是等於這個東西的 利用剛才的1.3 是兩個supremum相加 那 那 那 你這個呢 當然是比一個supremum 要來的大 好 因為這個我也可以叫做y 好 那 這個是一個名稱的問題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特別 那 所以你兩個 兩個東西 合起來的supremum 當然是比各自的supremum 要來的小 是這樣子 這個是right hand side 所以一邊呢 是自動成立的 現在呢 我說呢 事實上另外一邊也是沒有問題 也是沒有問題 那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 這個xy呢 是獨立取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看一看 就是說 對於任何的x跟y來說 我當然會有就是說 fx 加 -f y 是小於等於我的supremum fx-fy 對不對 我 我說 這個fx-fy 加負fy 當然是小於他的supremum 這個最小上階啊 對於xy在ii來說 這個呢 take了supremum以後呢 我叫做m0 這個數呢 這個數呢 這個數我就叫做m0 當你took了supremum以後 事實上這個xy就不見了 在這個右方呢 你叫他st也可以 你叫他什麼都可以 跟這個xy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甚至我可以改一個名字 這個不是xy 這個叫st 那這個是st的在ii裡邊 就等於m0 那好了 現在呢 我就考慮 x在ii裡邊的supremum 我取一個supremum 就是這個東西固定了y以後 然後但是呢 x變化以後 x變化整個左邊的那個最小上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因為是取這個x的最小上階 所以以來就是說 有變化的 事實上這個就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不是照寫啊 是這樣子 我先取左邊的一個supremum 那當然它是最小上階嘛 你這個m0是一個上階 是一定比它大的 那好了 那這個supremum以後呢 我叫這個是m1 m1就沒有x了 就是一個時數 然後那個時候 我再考慮supremum of m2 就是當我說supremum of y 然後我再take一個supremum y 再這個ii 那那個時候呢 m1就是一個常數 那我就是supremum of這個-fy y在ii裡邊 換句話說就是因為xy是獨立的 我一個一個取的話呢 我這個左方 這個是叫m1 所以這個的左方 或者是這個地方 就是要比右方要來的小 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m2 所以我有的是supremum of這個fx 再加supremum of fy 或者是-fy 就小於等於我的supremum of這個f加g 是fx-fy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 這個supremum跟infremum呢 是都有一些把c在哪裡的 這個是對y的 這個是對xy的supremum 那就是我們這個命題 這個是等於left hand side 等於左方 那既然我的左方大於右方 然後我要說明左方小於右方 所以他們要像的 那這個就解決了我剛才三個star的地方 那我再說一遍 你看這個是證明來的 我先說明了左方大於等於右方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supremum跟infremum的關係 你拆開兩個集合的話呢 各自的supremum當然是比弄在一起呢 要來的大 那所以關鍵是在左方小於右方 為什麼左方有小於右方呢 主要是因為呢 就是你這個xy這裡呢是獨立的 這裡有一個y 這個是獨立的 那你的x呢 越來越大的話呢 就衝向 這一部分呢 是衝向我的最小上界 這個y呢 弄到這個fy越來越小 衝上就是說 這個 所謂的 這個-fy就是最小下界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看 因為這個xy在這裡是獨立的 所以我拆開來 沒差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那我剛才的做法就是來說明這個事情 那怎麼說明呢 我隨便選一個x選一個y 我的右方我叫做m0 這些固定的數了 任何fx-fy都要比右方小 這個當然是對呀 你是最小上界嘛 那然後我y固定 我這裡可以寫fixy 然後takes supremum x 在ii裡面 我這裡我加一句話 fixy takes supremum x在ii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這個supremum 既然跟y無關的話 這個是一個常數了 我這個supremum就是主要就是abix的 那那個take了supremum以後呢 那個就是一個時數 我叫m1 我叫m1 然後 然後 所以我是一步一步的這樣子去取這個supremum 然後接下來我就 弄y的supremum 將y變動 然後再來取supremum 那 那這個時候呢 這邊就是一個常數 那兩個呢 就 所以左方呢 他們這樣子呢 兩個一起做出來 這個是x來的 這個是x 這個是x 這個是y 那這樣子弄出來 就等於左方了 就等於左方 那而這個m0當然是等於右方 所以 既大於又小於 他們必然相等 是這樣子 那今天呢 我們就做了一些 也做了一些苦工了 就是你怎麼樣子 從這些理論 就是你的F可積 G可積 那F加G是不是可積 KF是不是可積 做了一些 絕對值是不是可積 F乘積是不是可積 都是肯定的 都是肯定的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Daboose定理呢 就可以 幫我們去給他 跟我們的一些Limit的一些 認知就做出來 那星期三呢 我們就 再做幾個基本的東西 再做幾個基本的東西 譬如說我的積分 一個積分可以切開兩段來積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性質 那積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然後呢 我就會 將我們4.6原來沒有證明的部分 我也給它在這裡呢 我們給它證明 那這兩個命題呢 有些相關的 然後 我們就會 建立那個所謂的 積分的Meme-Melo-Theorem 那我們的Fundamental theorem Calculus 有一個 有一個 用了一個所謂的Fact 就是積分的Meme-Melo-Theorem 那當我們對於這些積分了解的話呢 這些東西都沒有用到 Fundamental theorem Calculus 搞清楚 都是Daboose定理來的 現在這些性質 都是Daboose定理來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理論 慢慢的就推到就是 那個所謂的 積分的均值定理 那這個理論就差不多就完整了 這個星期三我們會處理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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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進去